我们今天修佛 为什么不能开智慧 不能得定 不能开智慧 欲望太多了 放不下吗 彻底放下 就很容易 佛陀在世 那个地方是热带 印度 衣只有三件 印度人没有财富 就是三块布 包在身上 晚上这三衣 就是盖子身上 白天是皮在身上 多么简单 生活多么容易 正方向 没有牵挂 没有妄想 没有砸念 那修什么 那修什么 修定 八万四千法门 法是方法 门是门禁 修什么 通通修禅定 那最谨定 是佛门 是佛门修行的 核心 那目的是什么 目的是开智慧 智慧从哪来的 智慧是自性里头 本自具足的 不是从外来的 那外面没有东西 外面全是假的 会能大使 开悟路 明心坚心 心是什么样子 能大使说了五句 何其自性 本自清净 自性是清净 从来没有染污空 被染污的是什么 是阿雷耶 是妄心 不是真心 真心从来没有染污空 真心不生不灭 妄心有生有灭 妄心我们念头啊 你看前年灭了 后年就生了 一个接一个 而且极其威胁的念头 我们根本不能纠缠 毫无感触 我们迷得太深了 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上 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这是近代科学家提出来的 没有物质 物质从哪里来的 物质是什么 物质是面头产生的幻象 不是真的 这个幻象 它有生有灭 它从生到灭 能占多长的时间呢 米拉菩萨告诉我们 现在我们 科学 这个衡量时间的单位是没有 一秒钟 那这一个念头 产生的幻象 它的寿命 有没有一秒钟 没有 一秒钟太长了 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 米拉菩萨告诉我们 两千 两百四十兆 单位是兆 兆是万亿为兆 一万个亿是一兆 两千 两百四十兆 这个现象就在我们面前 我们从生到老死 一辈子也没有发现过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叫什么 诸法诗相 真相 宇宙万有的真相 假的 不是真的 我们今天的眼睛很糟糕啊 眼见的是真的 这个真相在眼前 你没见到 我们能见到多少呢 才会让我们有感受呢 大概是二分之一秒 有感受呢 那我们可以做试验 我这个一决 是从前电影底片 电影的底片 幻灯片 它在放映机里面 速度啊 是一秒钟 二十四张 你看 镜头一打开 这一张 这一张打到荧幕上去了 马上关起来 再打开第二张 换了第二张 一秒钟啊 二十四张 那我们做试验呢 把这二十四张 二十三张都抹黑 只留一张 这就二十四分之一秒 你会看到什么呢 光亮一下 里面什么东西 什么也没看见 二十四分之一秒 我们就无法掌控了 现在四十真相 是两千两百 四十兆分之一秒 你怎么会知道 它是假的 今天量子力学家 这个发现 宇宙的奥秘 就是物质这个奥秘 被它揭穿了 这是物理学上 一个很大的突破 那么物质现象是什么 是从哪来的呢 它说的跟 佛经上讲的一样 从念头产生 先有念头 后有物质现象 所以佛经上讲的没错了 相有现身 相就是物质现象 从哪来的 从念头来的 念头亲近 这个物质现象亲近 念头染污 这个现象就被染污了 念头是善 物质现象是善 色相是善 佛家讲色 念头不善 这个色相不善 不善的三我道 善的三善道 通通都是在 你心底现象 我们念头 我们念头都是在这个高频率 就是2240兆分之一秒 在这个频率之下 产生 科学家用仪器发现的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 科学不断在进步 现在年轻人修科学都搞成 研究念力 知道念力不可思议 那佛经讲的 佛经把物质最小的 成为无孕 现今念的人很多 罐子在菩萨 行身般若 波罗蜜多时 照进无孕解空 这无孕 无孕是最小的物质 就是物质 跟念头是分不开的 有念头就有物质 没有念头 没有物质 科学就提出一个总结 科学搞了四百多年 最大的错误 就是把这个宇宙分成两分 一个是物理 一个是心理 搞错了 这两分是错了 真相是什么 真相是 心理跟物理不能分 它是一种死去 物理就有心理 心理就有物理 不能分 因为这个错误 导致许许许多多 错误的概念出生 扔了很多麻烦 人吃了很多亏 受了很多苦难 所以现在这个念力 是科学最新的研究的方向 那这个念头到底是什么 念头从哪里来的 我们有理由相信 在二十年之后 佛教不是宗教的 是什么 高等科学 他们结束了 他们研究到最后的结论 都在佛经里头 佛经上告诉我们 念头从哪里来的 这个物质现象 从念头来的 念头从哪里 念头从业力来的 业力是什么 业力是波动 所以现在 阔修又说 整个宇宙像弦 弹琴的弦音 波动 全是波动造成的 那么这个波动现象 在佛教叫一夜相 一就是造作 造作是动的 它不是进的 可是自信是清净的 没动 这一动是什么 就是一念不绝 一念不绝就是无名 就是妄想 就是起心动念 起心动念是非常偶然的 没有原因的 这个现象发生 发生之后 随着这个现象 越迷越深 最深的就告诉 是六道众子了 现在我们 学佛就是回头 我们要回归自信 释迦牟尼佛回归了 慧能大师回归了 海贤老和尚回归了 他母亲也回归了 他那个师弟 海庆也回归了 让我们看到 让我们看到 回归的大自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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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